RELAX 輕鬆聊歷史 前一陣子也不是前一陣子 其實一直以來都有人問我說 老師如果穿越你要穿越到哪一個朝代 我說剛才講到才穿越 為什麼你光能想像 你回到古代 第一 你沒有冷氣喔 你也沒有電風喔 然後呢 那其實除了這些我們說明是民生必需品以外 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就來了 你要知道有個傳說 也不能說傳說 有個事情是這樣子的 有沒有聽過法老王的詛咒 你知道第一批進金字塔 那幾個英國的考古學家出來 莫名其妙也都掛了 那很多人說啊 這是法老王的詛咒 我常講喔 如果詛咒有錄影 我們不用買飛彈 我們不用買飛彈了啦 把國防部改成道士部就好了啦 所以為什麼第一批進金字塔 那幾個科學家出來 莫名其妙就掛了 其實很大原因在哪裡 在病毒的感染 細菌的感染 什麼意思 你要知道喔 中國也好 埃及也好 我們說中國叫皇帝嘛 埃及叫法老 他們繼位的第一件事情幹嘛 找地蓋墳墓 什麼時候才能蓋好 他掛掉那天才能蓋好 你不能提早蓋好你知道嗎 皇帝會問 我的墓蓋得怎麼樣了 差一點點而已啊 差什麼 就差綠娘 差你而已啊 他會砍你全家你知道嗎 OK那你能想像嗎 金字塔他完全密閉式的空間 他可能 當年有很多賠償品嘛 這些賠償品在裡面腐化之後 他變成早氣 所以很多人進去也是早氣中毒 那再來呢 再退彎步回來講 也縱使你沒有早氣中毒 你出來之後你會遇到什麼問題 因為 現代人對於三千年前的病毒株菌種 有沒有抵抗力 沒有 所以後來感染就掛了 那當然啦 我常常上課跟學生講嘛 就是你知道第一批進金字塔的科學家 不是中國人 如果是中國的話 就比較沒問題 那為什麼 因為中國向來有盜墓的傳統 盜墓不好聽 我們叫私人考古學家 他向來有私人考古的傳統 所以 因為他們沒有那個習慣 那這個牽著宗教官 因為 中國人在事死如生 他認為死亡不是生命的結束 是到另外一個世界繼續發展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賠償品嘛 那最出名的賠償品當然就是 這個 秦始皇的兵馬俑 OK 那後來呢 因為 更早以前是活人的賠償 但人口就是以前一個國家的國力 所以後來呢 就會出現什麼兵馬俑 然後到唐朝呢 就是唐三彩嘛 所以不要再拿唐三彩送人了 唐三彩它是賠償品 有沒有 送給你阿公 阿公這送你 黎明你就贏到了 你先贏到了 他贏到了 到了宋朝之後呢 那問題又來了 就是 畢竟做女俑 做這些工藝品相對付出的成本還是比較高 那所以到宋朝以後呢 就開始燒古靈廚啦 紙房子啦 紙車啦 紙人啦 紙轎子 等等等 那我們回到我們剛才來講的 那很多人說 欸老師我穿越完之後 我怎麼樣什麼有的沒有的 第一我們說生活素質本來就不對 那很多人他很聰明的 欸老師那我穿越到20年前 all in買台積電 哇哈哈 我跟你說啦 有一句話是這樣講的 就是你大爺終究是你大爺啦 你現在是魯蛇 不代表你穿越之後 你就不是魯蛇啦 那你說20年前你all in買台積電 20年前你可能買多少台積電 你可能只能買8萬塊的台積電 你可能只能買8萬塊的台積電 你不是8萬股喔 你只有8萬塊可以買台積電啊 你說啊沒關係嘛 你看喔 20年前到現在 他可能漲了幾十倍有沒有 東加西加漲了幾十倍 上百倍這樣子OK 你all in都買台積電 那下個月你的手機要不要繳費 你的信用卡要不要繳 你只好再把它拿出來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穿越 不用穿越到20年前 你穿越到前天買大樂透就好了啦 這樣聽到嗎 那其實我有時候常常 很多人會問我這個說 就是網路小說看太多嘛 有關穿越重生的問題 甚至我記得我有一年 在嘉義演講的時候 有一個觀眾在Q&A問我說 老師如果回到20歲 你想做什麼 那為什麼你會想要回到20歲 表示那一年你有一定程度的遺憾 你可能有很多遺憾在那個時候 所以其實如果你覺得那一年 你沒有好好念書 那你現在就好好念書 如果你覺得你那時候 對父母可能不夠好 那你就對父母好一點 我們爸爸已經回家 生盡孝使盡愛 你又能怎麼樣呢 所以其實沒有穿越的問題啦 而且你穿越到古代 我們第一跟你講的就是 我們剛才提到了嘛 其實物質需求 不如你現在想像的 老師 讓我們不要穿越到古代 我們到柬埔寨來工作好不好 講到這個再講 題另外一個叫做黃禍 什麼叫黃禍 就黃種人帶來的禍害 那歷史上有四期黃禍 第一期的黃禍 就是在蒙古西征的時候 蒙古西征第一 蒙古人那個冰牆馬狀 有如秋風掃落葉之士 當時最出名的中亞一個國家 叫花拉子摩 陳其思汗在西征的過程當中 打到花拉子摩變成誰 沒有軍糧 沒有糧草 派人去跟花拉子摩的國王 要點糧草 那花拉子摩的國王 那個算是小你知道嗎 兩國交戰都不展來死了 更何況你不是在交戰狀態 結果把陳其思汗的死者 兩個耳朵割掉 然後丟還給陳其思汗 陳其思汗起的死了 可是我現在沒有軍糧 而且我要西征不要緊 不要緊 我先不要插你 那根據史書記載 陳其思汗在西征回程的途中 順道滅了花拉子摩 史書有哪兩個字 順道 花拉子摩當年是中亞大國 那有二十萬的人口 不好意思 順道滅了花拉子摩 整座城移為平地 然後撒上木草派馬踏平 從此這座城變成歷史名詞 那當然啊 陳其思汗在西征的過程當中 除了這個以外 他還帶去了所謂的黑死病 那當然有人說 老師 不對呢 今天西征跟歐洲黑死病大流行 差了一百多年耶 古代的傳播沒有像現在這麼快 所以病毒的傳播也沒有像現在這麼快 所以一百多年慢慢 要演展展喔 演展到歐洲 這個其實基本上是可能性很高的 好 那我們再來講 這個是第一期的黃禍 那第二期的黃禍呢 第二期黃禍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所謂的華人移民移到了美國去 這些人不管你是被抓去的也好 被賣去的也好 自願去的也好 你去到那邊人生地不熟嘛 要怎麼樣 大家就咬咬幾乎嘛 有一部黃飛鴻電影叫西域雄獅 裡面就演到這一段嘛 一堆華人聚集在一起嘛 那當然裡面還要演到這些 華工怎麼解決他的性需求嘛 但是anyway這不是重點 我們不是18禁的頻道嘛 當然你想聽也可以 那當然整個移過去之後咧 那很多華人在那邊聚集在一起 那包括生活習慣的不一樣 包括華人身上有他可能自己 帶的一些細菌或者是病毒 形成一些傳染病 再加上華人在那邊產生的 所謂的組織綁派 那這個叫第二期的黃禍 包括他搶了老外的工作嘛 這就是第二期的黃禍 那第三期的黃禍呢 第三期的黃禍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問我一個問題啊 就是小羅斯福總統為什麼要支持蔣介石 蔣家政權貪污腐敗那個時候大家都知道嘛 小羅斯福不可能不知道嘛 而且他在蔣介石軍裝還派了一個 叫史迪威將軍嘛 當然史迪威將軍據說跟宋美年有傳出緋聞啊 那我也曾經問過幾個我當年的老師啊 他們覺得這個可能性真的不高啦 但是不管可能性高不高 我們畢竟不是八卦節目啦 所以呢我們老實說啦 其實當年的蔣介石政權這麼的貪污腐敗 那為什麼小羅斯福要支援他 不只只有你有這個疑問 我也有這個疑問 小羅斯福他兒子也有這個疑問 小羅斯福他兒子曾經問過小羅斯福 如果小羅斯福的兒子名叫明尼羅斯福 明尼羅斯福曾經問過小羅斯福 就是蔣介石政權這麼腐敗 你為什麼要支持他 小羅斯福跟他講過 他說你能想像嗎 五百萬瘋狂的日軍 從中國的戰場被解放出來 他說以日本的公運能力管理能力 再加上中國四億五千萬的人口 還有中國一旦戰敗這五百萬的日軍 即將從中國戰場被解放出來 被釋放出來 那將是基督教世界的末日 所以這只稱為第三期的黃禍 那第四期的黃禍就有去囉 第四期的黃禍就有去囉 我記得在1920年代 有一個美國的歷史小說家 他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英文叫做 你說蛤 班載 這本書我們把它翻譯成黃禍 但是它的書名呢 英文叫做班載 其實班載是什麼 班載是日文啊 日文的萬歲啊 天東那個 班載 班載 有沒有 就是萬歲的意思 它雖然用的是日文 但是它裡面寫的第四期黃禍 它基本上有點像寓言小說 在1920年代就寫了 它寫了什麼 中國的崛起 它在書裡面寫到 21世紀 中國將會成為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人口突破了20億 當人口突破20億的時候 它沒辦法養活這麼多人怎麼辦 開放中俄邊界 讓這些難民往俄國跑 那往俄國跑之後 俄國也沒辦法養那麼多人 而且那邊冰天雪地 蘇武牧羊都18年 那怎麼辦 他們最後沒辦法開放俄國吃喝汗 開放北部邊界 讓他們往阿拉斯加跑 就往阿拉斯加跑之後 阿拉斯加什麼都沒有啊 除了艾斯基木隆 鮭魚跟北基雄以外 還能幹嘛 那所以咧 他們就往加拿大跑 加拿大也受不了 那怎麼辦 讓他們往美國跑 OK 然後呢裡面還寫到 不管你說它是金玉其外 敗畜其內也好 反正人多嘛 有錢嘛 他們還拿下了 巴拿馬運河的航行權 那歷史上總共有十期黃貨 第一期陳吉思和西征的時候 第二期清末的那些被賣的租宰到美國 反而集結成一股勢力 第三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人所帶起的 第四期算是一本預言小說 它預測了中國的崛起 那當然啊 談回我們說國際政治 從川普執政中期開始 不管中美貿易戰開始在打中國嘛 為什麼 因為美國人突然發現了 美國人突然清醒了 因為他們發現 中國的崛起 它破壞的不只是價值 不只是價格 它整個傳統的理論理念 普世價值通通被摧毀 也影響到美國的利益 所以在這個時候 川普發現了 這個時候也不給你電話死 以後電你不會死啊 所以在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 包括我們說 中國的戰狼四處到處咬 所以造成了美方的不爽 所以第四期黃禍 到底會不會出現呢 我常講的嘛 現在發生的事情 以前一定發生過 以前發生過的事情 以後一定會發生 讓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各位網路的觀眾朋友 時隔五年之後 呂捷的YouTube頻道又重啟了 那喜歡聊歷史的朋友 喜歡聊時事的朋友 喜歡聽呂捷聊天的朋友 歡迎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訂閱履節歷史正極天下 散播歡樂散播愛 救命